打開牢洞天馬星空 大家好,我是虎哥 今天要跟大家聊龍究竟住在什麼地方? 今天的故事要從一條巨大的怪魚開始說 1938年聖誕節的前一天 一艘漁船像往常一樣 在東非沿海的馬達加斯加附近捕牢 突然在一次收碗時發現一條巨大無比的魚 而且這個魚長得非常奇怪 全身上下布滿鐵甲一般的鳞片 誰也不知道這條是什麼魚 真是前所未聞 這艘船抵達南非港口之後 一名年輕的博物館研究員納蒂麥爾女士 文訊趕來 將這條大怪魚運回了博物館 對它拍照並匯了圖 最後將其製成了標本 第二年 一個英國古生物學家史密斯教授 收到了從南非記載的信 寄信人正是這位納蒂麥爾女士 但史密斯看到信中的繪圖和照片 一馬驚叫一聲 這不是生活在4億年前的毛尾魚嗎? 他急忙翻出古生物畫式圖鑑進行對比 果然沒錯 正是毛尾魚 那這個毛尾魚是個什麼鬼呢? 這種魚非常古老 生活在4億年前的淡水湖中 並且一直被認為在7000萬年前的 白俄紀物種大滅絕史 這個種群就早已經全部滅絕 但這種怪魚為何卻突然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呢? 捕獲毛尾魚的消息一心傳出 密碼引起世界的轟動 但是一大片生物學家 都開始質疑傳統的生物進化論 我們今天暫時不來編論進化論的真偽 虎哥今天要關心的是龍 如果這種一度被認為不可能存在的生物 毛尾魚能在白俄紀大滅絕中 通過潛入300米深的海水得以幸存 那麼我們討論的那個關於龍的生物 為何不能夠在某個封閉或者半封閉的環境中 躲過那次大滅絕得以存活至今呢?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 如果存活這種龍會生活在什麼地方呢? 看完這個視頻答案或許讓你大吃一驚啊 好吧,話不多說,我們出發吧! 如果你在網上搜索龍相關的影片 就會看到大量所謂的劍龍視頻 裡面的標題往往都比較誇張 視頻內容有時候會讓你以為是真正的龍出沒 但是稍加推敲會發現其中的大部分視頻都是假的 比如說今天要講的這個視頻就非常詭異 很多人都曾一度信以為真 在YouTube上有超過百萬的點擊 在這個視頻裡,龍的形象很真實 蛙岩的身子腹下有四隻腿 特別是頭上還有一對神奇的龍腳 感覺和真的也沒有什麼區別 而且非常可貴的是 這個視頻裡的龍拍得非常清晰 其拍攝角度也很到位 水底拍攝、空中拍攝 那都是非常精準的 恰好將龍在水底游動 然後浮出水面的整套動作都錄製下來 這段被拍到的龍視頻如此完美 但卻完美的太不真實了 就兩個字 太假 你想想 怎麼可能在水中拍出如此清晰的游動的龍了? 這相機是什麼相機 離龍這麼近都不見抖動 而且還空中拍攝 野生的龍怎麼會這樣聽話 讓你從水底拍到天空 連句抱怨的話都不給 龍的脾氣也太好了吧 後來虎格專門去查證了這個視頻的原始出處 最終發現它是2004年的一個紀錄片的片段 這個紀錄片叫做《龍的世界》 英文叫做《Dragon's World》 裡面的主角是一個叫做 譚拉的古生物學博士 他通過考古發現 在羅馬利亞的冰山洞穴中 奉存了一個中世紀巨大的龍遺體 從而發現了龍族的諸多秘密 最後他發現 死穴龍依然存活在世界的某個角落 並在一處山洞中成功發掘出一對母女龍的遺體 據測算 這兩隻龍的死亡世界是在距我們不遠的中世紀 也就是說 這種龍的生物至少在800年前 還依然頑強地在山洞中存活著 從而那個停留在神話傳說中的神物 終於得到了證實 聽上去是不是很酷呢? 這部電影當年出來時也是一部神片 不僅在西方影響巨大 而且在2004年還被中央電視台引進 引發了中國民間的巨大洪洞 但是很多赤瓜群中文都堅信龍是真實存在的 你看看那個不幸怪力亂神的央視都播出了 難道還有假不成? 其實這部影片只是一個偽紀錄片 所謂偽紀錄片就是按照紀錄片的手法和套路來拍攝 但是其劇情和內容卻都是虛構的 並不真實存在 我會將該片的鏈接放在說明區 有興趣的小夥伴們可以直接查看 這樣考證出的結果雖然會讓很多人失望 但慶幸的是 這部偽紀錄片依據的理論卻是很有說服力 是建立在一些嚴謹的生物科學理論之上的 就類似於一些硬科幻篇 雖然也是一種幻想 但在未來的現實中是極有可能實現的 因為他們很強調科學細節的合理性 比如法爾納在海底兩萬里中描述的潛艇站 水廢潛水之類 在之後都成為了現實 所以我們可以推想 這部影片里提到的龍 也是極有可能在現實中存在的 只是我們目前還無法追蹤到而已 這種龍可能就如電影中所描述的 至今仍生活在一些不為人知的角落裡 依據影片中的線索 中國的龍是一種特定恐龍的一個分支 當時的那種特定的龍 有幾個磐系分支 有些龍生活在陸地 而有些龍的其他遠方親戚們 就生活在海洋或者大湖泊中 當七千萬年前小行星撞擊地球時 陸地上的那些種群的龍 因為氣候環境發生劇烈變化而被徹底摧毀 而生活在海洋的那一脈 卻藉著海洋水的穩定性可以存活 那次大滅絕之後 又經過了幾千萬年的進化 這些海洋中的龍又開始進化出陸地的特性 有些開始嵌移著陸地 進化成西方的飛龍 但有些龍依然離不開水 就像中國的龍一樣 但如果有一些恐龍時代的龍 僥倖存活下來 那麼它們生活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龍如果是一種生物 那麼它必然會有這種生物活動的軌跡和範圍 所以要知道龍住在哪裡 有一把關鍵的鑰匙 就是這個中國龍的生物習性 但從哪裡得知中國龍的習性呢? 對,就是中國古籍和丹帶的一些建龍記錄中 《古書說文解字》中有記載 這個龍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且冤 這條雖然簡潔 卻是道出了龍的基本生物特性 就是春夏之霄的時候 習慣在天空中飛來飛去 深秋之後就詭異地潛入深淵 其實你只要看看那些古籍中 記載的墜農的事件 基本上都是在農曆4月到8月之間 尤其以夏季為多 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 當然不是 這說明龍的騰飛是有季節性的 一般在春夏之際 但這裡所說的冤具體是個什麼東東呢? 古代神話中說 順之成熟、博弈 使鑿地而為井 且龍空被害 故登陰而去 大白話就是說 順地時候的手下有個叫博弈的人 想在家裡挖一口井 結果在地下居住的龍 擔心被抓到、被殺害 於是就飛入空中、騰入陰而去 神話忽然多賴於想像 但也不可能完全是空中樓閣 龍和井的關係非常微妙 在歷史上就有很多龍在井水中被發現的故事 比如太和七年正月 大概在公元334年 磨坡的一口大井中浮現出青龍 為冥定曹瑞、青帥群僚千萬觀看 隨代以前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 孫玉搜還不下警示篇 這裡就不做展開了 而隨探之後 有關井龍的記載仍常有發生 其中有些還描述到相當具體 而除此之外 中國各地都有鎖龍井的傳說 比如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北信橋的鎖龍井 都將龍和井神秘地聯繫起來 這些都不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可以說我們的古人通過斷斷續續的觀察 至少得出了這麼一些方面的經驗 秋分之後龍在地表的活動開始減少 即使偶爾露龍臉也只是在一些大井的深水里 但讓我們可以想到 在秋冬天地下水的水溫要明顯高於地表水 所以我們的龍胸可能也就是為了暖活 躲在這個深井下面過冬 但接下來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這些龍為什麼會鑽到井裡去呢? 我們知道中國的南方多於水 南方的井跟北方的井不同 大概就是幾米深 很少有十米深的 而且井的寬度也不大 那麼大的龍躲在那麼狹小的空間 不被逼風也要被人夢中捉逼啊 哪天被人把水抽乾活著來去 那還不分分秒成了人們的攀中殘 即使龍所居住的井 遠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且天虎哥慢慢到來 一般井水的來源大多是不透水岩層之上的潛水 但有些井在開鑿時穿過了不透水岩層 與更深處的地下水相接 因而水量更加豐富 《初學記》中有記載 地山有井無幾與陳希蘭湧泉相同 智的就是這類能與地下湧泉直接相同的深井 那麼這種井究竟有多深呢? 葛洪抱脯子《管壁》中有這樣的記載 《重淹不動地則不能含吃龍》 《洞》以為穿透 重淹之下再透地 不就是和地下暗河相溝通的嗎? 所以龍所居住的地方與其說是深井 不如說是跟深井相連通的地下暗河 地下水是在土壤、岩石的孔夏之間 彎彎曲曲流動的 其中有的孔夏可能較大 有的還可能通向地表的江湖 古書上就算記載 有人不慎將馬鞭追入井中 過後不久又從樹里外的江中得到 由此看來龍這種動物 之所以能時常出現於井泉中 被人發現後又能從井泉中悄然而逝 因為它具備了一項特殊的本領 既能夠在構造複雜、寬窄不易的地下水網之間 潛行自如 這種有靈有角的井籠習慣了以地下深水為殘生之左 其實這種推算也基本符合一些科學理論 據估算埋藏在地下的水 要比地表江河的水多6000杯以上 儘管這些地下水常分散於土壤、岩石的孔隙之間 但在一些比較大的洞穴中 卻能匯聚成真正的河流 我們在一些石灰岩溶洞中所看見的地下河 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那些位於更深處、形態、更奇特的水坡 是人類目前尚無法涉足的 加拿大有學者甚至推測 在距地面15-20公里的岩藏中 仍有可能存在液體層 既然龍關於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間完反潛行 那麼這個龍有時候偶爾在井水裡露出頭來 跟大家打聲招呼 貌似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吧 地下水中有魚類生存並不稀罕 但會不會有一些史前時代的大型動物 比如龍還依然躲在地下呢? 這的確是個謎 范爾納《地心流記》中有這麼一個情景 說一支僅有三人的探險隊 在距離地表150英里的地下海中 居然發現了活著的魚籠、蛇頸龍 這當然是一個幻想故事 不過地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存在 不過以後講外星文明傳說 還會專門講到地下文明 江湖算傳言 我們生活的地下存在一個發達的外星文明 如果將這種外星文明和神秘的龍聯繫起來 不僅讓人不想念品 但是不管龍住在哪個地方 這個人類總是他們最可怕的威脅 古話說得好 神龍不處亡谷之水 鳳凰不想位羅之鄉 古人已經意識到 即使是那些有靈性的動物 也不堪忍受人類無休止的魚獵行為 不過現代社會的人類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你許古時候單純的魚瓦 要厲害的千倍萬倍啊 說不定我們目前還未遇見的龍 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裡 狗言殘喘、艱難地活著 人類總是強調自身的需要 卻在無意之間把他們逼近了死胡同 地下水的污染 可能會直接導致這種靈性生物的種族滅絕 所以不管龍生活在哪裡 都祝福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活著吧 龍生活在地下暗河中 但龍在春夏之交會到天上飛來飛去 這又怎麼解釋呢? 也就是說龍為什麼會飛? 這個謎團也可能是中國龍的千古最大難題了 谷歌也將在以後的節目中來專門探討 如果喜歡這個視頻 也別忘了訂閱這個頻道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谷歌的最新視頻了 好吧,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